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 我是颜颜 姐哥赵 我是深思 天马行空 我是加玛 好 我们来到了4月21号 星期一的早晨 其实昨天呢 不知大家去没去槟城 参加这个 应该是最后与卡巴星见上一面的 这样的一个追悼 应该是最后一面的一个机会 那么当时其实他 当时的人看今天的报道来说 当时的人应该是 很多的人 上万人 就是随着这个队伍呢 就是出发了 对 当时的人应该是万人 万人通向的场面 那么其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送应该是走在零 就是送这个零车 兵仪的队伍还包括很多的 你包括了一千辆的脚车 还有数十辆的重型摩托 还有数百辆的摩托 还有千人的告别 那么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 首先其实这个 就是送宾的这个队伍 首先到达了槟城大会堂 那么在槟城大会堂 由林冠英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 一个告别的演讲词吧 在这样的一个 他演讲完之后呢 就因为当时到场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应该是葬礼的这些人物 包括明年的三党 也包括了宾州的应该元首 也出席了这个道别的仪式 同时其实让人最动容的一个场景呢 就是卡巴星的孙女 亲自到爷爷的棺材前 最后一次吻别 这样的一个场景 让别人看到 都是感觉到很心酸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看到他的这些孙子 我昨天看到 其实一整天呢 昨天在看面子书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share 我觉得一片都是那个 把心都系在卡巴星身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刚刚盐盐大概描述了以下 从昨天就有非常多的人 到这个他们 这个算是卡巴星的告别式了 那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陆陆续续这两天都看到非常多的故事 都有很多是前往去沾仰卡巴星的人士的故事 很多都会分享说自己本身跟卡巴星的一些经历 包括一些很多都是受过卡巴星的恩惠 就是说卡巴星都会有一些 当他们真的是遇到问题 然后家里又是比较贫困的 卡巴星都是不收分文的帮他们打了这场官司 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所以很多都去到那边 有的下跪 有的是直接是五体投地的 这样子给予卡巴星最后一个赞养 那刚刚说的一些跟家里人的关系 昨天看到一个让人觉得比较温馨的 就是卡巴星有十一个子孙子 他们就有在这个爸爸 他的爷爷的这个 这个最次会关幕前 就说了一段话非常逗趣 他们就用了卡巴星最爱的这个口头禅 就是Jai Mai Mai 就说不要开玩笑 我们十一个将来都会是律师 就让人觉得说 这些小卡巴星好像就还有一股希望 他的一代一代这样子 我们我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卡巴星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政治人物 但是其实他的生活里面 充满了温情 也充满了活跃活泼的这种细胞 我也看到那个敦林良史 他也在写了一段 他跟卡巴星同住在一起的这个经历 他们是同一个宿舍 当初年轻的时候在新加坡 念书的时候 他们在同一个时候 我很难想象 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之间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有个相当密切的一些往来 虽然到了后来 他们成年之后 或者是中年之后 老年之后 都在政坛上面 分属不同的阵营 但是过去的那段往事 他们还是历历在目的 林良史就只说 这个卡巴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学生 他就经常只顾着去玩了 就没顾着考试 不过他如果是静下来 想要考试 想要过关的时候 他就会静静的去读书 然后去学习 所以他表现出卡巴星的一个这样的性格 那也有不少的人都纷纷的出来说 跟卡巴星的一段的经历 比如说黄明志 黄明志他也在他的Facebook上讲到 他说之前他把之前的报章给贴出来 卡巴星愿意给他免费 是当年 当年他因为那家姑姑的事件 然后卡巴星就是主动的offer 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不说分 我帮你打这关系 所以在赵明福的案件也是 安还的案件也是这样子 所以在昨天 所以在昨天的一个追悼会上 我们看到林吉祥首长 他有一个追悼词 在这个追悼词当中 他就提到了卡巴星的一些生平的一些事迹 你包括就是刚才所说的 他说他拒绝极度不公益的案件 收取费用 而且无论是贵宾 如国会的反对党领袖 就安华和林吉祥 或者是贫苦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和华人 只要别人是有需求的 只要是为了一个公平和正义 在诉讼的话 他都会没有任何的就是金钱的回报 去义务的替他们打官司 同时呢 在这个就是这个道词的最后的一个部分 他说到 其实卡巴星呢 对妻子而言 他是一个称职 他对家庭来说 他是一个称职的爸爸和钟情的丈夫 他们共同养育了五个孩子 四名都成了律师 幼子是一名会计师 这样的一个 当时其实我们都能在现场能感同身中这种 大家都对于这位 应该是这位 应该用怎样的词去形容这位 应该他是伟人 还是是这样的一个斗士 应该说这样一个斗士 对他的一些沉痛的哀悼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 包括有很多的民众都高居其海豹 这个海豹就是应有卡巴星的一个海豹 来免怀这位斗士 同时呢 还有最后这个棺材 他是用虎 一个虎 就是一个毯的上面是一个老虎的形状 虎毯盖棺 来敬重这位斗士 同时呢 我们看到 在卡巴星在周日的这个丧里的这个演进表 当时他的灵鹫呢 就离开了兵徒大会堂之后 他绕了四个重要的地标 就是他平生经常去的四个地方 一个是宾州的高等法院 还有宾州的议会 还有他的母校盛方济中学 还有一个是宾州 宾州的行动党的总部 这四个地方 其实到最后的这一关 大家都是很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到到最后他去到这个灵鹫 就到到火化场里边 在火化场有200人到向他最后道别 其中这200人当中有他的亲属 还有其他的一些支持他的民众们 但是这个灵鹫进入火化场里边 将即将被火化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大家都没有进去 只有亲属才能进去 当时就听到在两分三十 两时应该是周日的下午 两点三十三分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从火化炉内突然就传出了振振的好哭声 相信当时是把可怕性的灵鹫给送入火化 炉内进行火化了 五分钟之后一家属就会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场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最后离开世界的那一个时刻 但是对于这个都是 我们不免有很多的怀念对于他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除了言言提到了 有一个狮子的毯子 就是在那个棺木上 另外呢为了表达说最高的最崇的敬意 还有把这个周期是把它盖在他的这个棺木上 以表达对于他的一个尊敬 还有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为了对于他的这些贡献呢 等等他们也把他的名字 就从这个 本来在日落洞是有一个星星观子 叫大约800公尺的海滴 那正式呢 把它命名为卡巴星道 卡巴星 Drive 以纪念这个日落洞之虎 他这个卡巴星的这个名字 就直接把它套在这个道上了 那另外还有大家也有一再关注的呢 就是他的助理Michael 他本身也是很多人的对他的一个尊敬 因为他在生前也是对于卡巴星是无微不至的 他们本身两个非常很多人也说描述了他们的故事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Michael也是能够一同 而且就在这个事故发生前几天 卡巴星在跟他的亲友在一起的时候 也说这么一个对话 他说哎我这个没有这个Michael的话 我会死 Michael也说了相同的一句话 说对我没有卡巴星我会死 就是说了说了这样子 可以感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 那一代伟人离我们这个而去了 卡巴星的精神是什么 卡巴星的精神是不是 能够引导我们后一代的人 前赴后继的朝着他的斗争的目标继续前进 那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党会不会就是在他的党里面有出现 就像卡巴星所说的一个人倒下100个卡巴星会崛起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那么多的卡巴星在行动党里面崛起 也可以能不能看到千千万万个卡巴星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片土地上崛起 我们下个小时再详细给大家谈一下这些方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把眼光转入到国际 国际依然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韩国的传难 那么截至周日晚上的确切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58人 那么海洋的警察厅就表示啊 其中23人为学生 到目前为止失踪的244人当中呢 学生也是占大多数的 尤其是学生占大多数 所以就导致了家长们的情绪是很波动很激动的 那么现在其实家长是想知道孩子已经凶多吉少了 所以让想看到孩子的尸体 现在但是不知道有任何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搜救的进度很慢 还是怎样的原因 现在目前为止家长们无法会得到自己孩子的这个尸首 但是很多的家长或者这些亲属们 他都表示他说指责当局啊 救救助的行动是很缓慢的 而且还指责当局在发布信息的方面也是混乱的 在这样的情境下 有一些家长们 他们情绪的激动 有些就晕倒了 有些呃在痛哭 还有有些在骂一骂政策啊 呃有些是打打也是打打出手啊 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场景 但同时我们又把眼光转移到这个到底这次船难的归结的 那归结到谁的身上 是归结到某一个人的身上 还是归结到韩国的海事海海军或者海事方面的一些机构的身上 那么现在也正在调查关于就是这个船长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船长是不是失职了 呃 那么具有关的这些报道呢 说其实岁月号18号呢 曾多次与海上的管制中心通话 而中心呢 也做出了正确的指示和正确的指示 但是船长和船员没有按照指示去办事 令客令乘客错失了逃失的黄金时机 我们我们看到就是对于这起事件啊 呃 仍然存在很多的说法啊 韩国的民众呢 也表现出来一种非常的不冷静 呃 最近我看到那个中国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啊 呃 他这样子讲 他说呃 其实我们人类啊 对这个自然啊 有很多的不知道 有很多的不懂 有很多的不明白 呃 这件事情上 呃 从呃 马航MH370这件事情也好 从韩国的这起沉船 呃 沉船事件也好 呃 这两件事情上我们都看到人类其实对 某些事情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还没有完全的弄明白 呃 就是呃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束手无策 呃呃 谈到韩国税号沉默的时候 跟呃 之前我们就说过 这个过程有的说是两小时二十分 有的说是一小时呃 半就是九十分钟 那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这个时间段 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如果做的好的话 是不是能够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九点钟发生事故的时候 那九点半呃 呃韩国的呃呃 直升飞机就是空军海军呢都呃赶底了 以最快的速度赶底下 因为它距离海岸线只有二十公里 呃是非常近的 但是他们即便是到了这个船的周围 嗯 似乎也不能够做什么 你是说那些搜救的船 搜救的船 我看到了报道 好像是就有很多的直升机 还有一些船 它围绕着 围绕着这个船转 但是呃呃 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怎么样子来来救助啊 所以好像就是呃 对这样子的一个突发事件呢 是好像不知所措 那么呃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呃搜救工作呢 仍然有很多谜团要去解决 比如说呃在水下的能见度很低 看不清楚呃 这个还有这水流很穿急 啊那这些都是阻阻阻阻碍了 那个呃搜救的工作 而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潜水员已经潜入到 这个船船底船舱里面 仍然不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些呃尸体 或者是呃遇难者 目前他们所看到的 相信很多的尸体 是因为他困在船舱里面 所以就没办法呢 就把他们 比如他不是浮在海面上了 所以就比较困难 那加上说如果很多人都去 都问说赶快把这个岁月号 赶快调起来来巡回他们的尸体 但是韩国的官员就表示说 其实整个救援的作业是最长 会需要到两个月到那个时候就不可能还有生还者 刚才加码提到这个 我也是很大的感慨哦 因为我看到报章的报道是说着 而这起案件呢 他其实他们就把确实就把他跟那个铁达尼号 做了一个比较 而且还说当时的铁达尼号呢 是发生在一个深海的地区 并不像刚刚提到的是一个这么靠近岸边的事件 而且已经当时就当他在倾斜过程中 已经有非常多的飞机跟船只 但是却在我们看着他 却看着他往下沉 却无能为力 就突然感觉说人类好像常常觉得自己是万物之灵 有多么的厉害 但是当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是束手无策的 那么整个在最后的过程当中 相信大家也是 也想知道船长究竟和海上管制中心有怎样的对话 在9点到11点这个两个小时之间 所以现在这个报道也详细的说明 就那个过程他们是有怎样的对话 他说九时许呢 就收到了岁月号发来的求救信号 以即时做出了指示 就是海上管控中心做出了指示 不过船长似乎丧失了判断的能力 在半个小时内 与中心的职员对话了11次 他知道船上有超过400人 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一无计较他们解散 等到31分钟之后 船长才开始采取相关措施 而客轮最后一次与中心通话时 船身已经倾斜60度 结果双方中断通话三分钟之后 大约有150到160名乘客和船员跳海 而当时仍有超过200人被困在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船员 或者是说这个船长 他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 但是通过这一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现在应该是船长是负有很大的责任 你在这个报道里面 你又没有谈到这个指挥中心 是怎么指示这个船长去行动的 这个报道是没有说到 所以这里面仍然有很多的不明确的地方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是船长到底是他的错在什么地方 那么指挥中心也给的船长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指示 但是我们知道之前 船上面有40多艘 然后每个艇能载26个人 那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艇放下来 让这些人上这些艇去逃生 所以这个当时一个疑问 还有带韩国的给出进一步的消息 一户正义专业执法 这里是DurianFM.com 我是陈伯雄律师 请守住榴莲台 榴莲当头 我是燕燕 就在这 我是恩词 天马 星风 我是加马 好 回过头我们看一下国际的新闻 国际的新闻 首先我们看一下俄国 俄国有一个伟人 这个伟人就是普京 普京好像是一年四季 应该不是一年四季 春春秋秋夏夏春春 好像容颜没有变过 为什么容颜没有变过呢 有一些的 我也感觉到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的护肤专家 或者是美容专家 就是还有一些 就是从事美容的这些专家 就观察普京这个脸 为什么不会变他 他们也有些猜测 这些猜测呢 就包括美 把普京做过拉皮 或者普京呢 对 换肤 或者是普京呢 就是接种过一些 一些就护肤的一些什么流素啊 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激素 同时呢 最大的可能是普京接受过多次的 果酸换肤的一些接受 其实看到他已经61岁了 那天他是出席 一个马拉松式的直播问答大会啊 看他精神饱满 而且发现他的皮肤很紧致 额头也没有皱纹啊 那很多时候 好像通常会关注这方面的 都是好莱坞的明星啊 或者是台湾的明星 就是说 谁又可能打了BOTOX之类的 没想到呢 这是普京啊 也是会备受关注的 皮肤怎么那么好啊 是吧 他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 不妨皮肤也比较好一点 可能也达了什么肉毒 肝菌之类的 应该不是妻子 还未婚期吧 sorry 那么呢 我们看看说 可能除了这些来自科学科技的技术 把他保持年轻之外呢 可能另一方面 也是他的心情上面 让他保持年轻 年轻是吧 心情是 现在比较爽一点 我在想他的 他的脸 普京的脸 他关俄罗斯人民信心的事情 是 就我们不要说的 普京的脸只关他自己如何英俊 如何如何潇洒 但是普京的脸 他关俄罗斯人民的幸福 他关俄罗斯人民的这个信心 幸福 确实是幸福 还有一首歌嘛 要嫁就嫁普京这样子的人 如果普京的脸已经 已经像老人一样子了 谁也都不会嫁他了 这些可能也是展现出了 但我为什么这么讲 不是没有根据 因为普京已经执政第三届了 我怎么讲第三届呢 就是说他之前已经执政两届 两届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宪法里面 不能连续执政三届 只能连续执政两届 但连续执政两届呢 不影响他一届不执政之后 再继续执政 所以普京跟他的总理 也叫没什么 我忘了 梅杰夫 梅杰夫 对 就在这里边探讨着 就是说你做完我做 我做完你做 所以现在在俄国 无论我们看了花边新闻也好 它是决定着俄罗斯人 对于普京 对于国家的信心也好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俄国确实对于美军 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 它确实是很强大的一个姿态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么其实在周五的时候 就上周五的时候 由欧盟俄罗斯和美国乌克兰 进行了四方的会谈 这四方的会谈呢 其实俄罗斯这方面就同意发 应该发挥一个影响力 促使乌克兰境内的亲俄派 结束占领政府机关 但是亲俄派的民兵呢 却拒绝接受协议的内容 这方面是两方面的声音 我们会想 普京现在俄罗斯这方面 官方是答应了 他说要劝这些亲俄派 要结束占领政府机关 也许我们会猜测 也许他背地里会 会指示这些亲俄派的这些民兵 你们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继续侵占政府机关就好 我们只在在表面上 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那么在内部你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是我们的一方面的猜测了 但是但是在这方面呢 俄总统的发言人呢 他就说 其实现在情情面临着 这样的一个情形 北约和北约最主要的国家 就是波兰了 那么波兰这个国家呢 就想联合美国 联合美国有他们的军队 要要更多的 就把北约的势力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地方 那么现在波兰这方面的一个发言人士 塞姆尼亚 他说啊 这项决策的实际的军事细节 正在进行当中 波兰将会在行动中扮演相当重要的区域角色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波兰为什么这么会紧张 因为波兰也属于波罗的海中的一个东欧国家 如果俄罗斯这方面 他官方的一些言语说 只要说俄语的国家 我们就有权利侵入这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一句话 会使波兰和波罗的海周边的这些东欧国家 是感觉到很紧张 很可怕 很惧怕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一旦你现在俄罗斯 他可以侵占克里米亚 他也正在逐步的去分解 乌克兰内部东部的这些地方 如果一旦以后 我们波兰也有说俄罗斯语的人 如果一旦以后 俄军他把乌克兰吃吞之后 他再来侵占我波兰的话 又会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北约这些联盟组织 包括东欧的这几个波罗的海的国家 都是很紧张的 不过我暂时还觉得 俄国还不敢动波兰 因为在这个东西方之间 也就是说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 所谓华约 我们讲到北约大家知道 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英美法德 这些西方的国家 成立的一个军事组织 同时过去除了北约之外 还有一个华约 华约这个组织呢 就是以苏联为首的 就过去 包括这个波兰 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 等等的这些 东欧的这些国家 组成的一个 为什么叫华约组织呢 就是华沙 波兰的首都华沙 在华沙签订的这个条约 就华约组织 那北约跟华约组织 在过去呢 是两个对头 那后来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东欧也变了色彩之后 因为东欧为什么 东欧过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吧 但现在这个东欧 大部分的国家 已经不是 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唯一有一个国家 之前被中国称为 这个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名灯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可能马来西亚人都不知道 它叫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确实很少听到这个名字 很少听到 它和意大利是连在一起的 也是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国家 而且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呢 也有不少的穆斯林 你看到在这个波兰有穆斯林 在南斯拉夫 他也有穆斯林 波黑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这过去南斯拉夫 其中的一个共和国 南斯拉夫也是一个联邦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国家 不算不小了 但波兰也是其中的一个国家 波兰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国家 如果你打开欧洲的地图来看 波兰是一个不太小的国家 而且波兰在二四大战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伤亡 牺牲非常的惨重 而且最终是俄罗斯的 不是当时是苏联的军队 进驻了这个波兰 然后把这个 把意大利人 把德国人从 德国人从波兰给赶 赶走了 所以你今天 波兰已经是靠向了西方 在离开了整个东盟 不是东盟 不了 那个东欧 东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 波兰已经是逐渐的靠向了西方 那波兰的发展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最近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很少 听到有关波兰的消息 但是实际上 波兰在这些东欧国家里面 在他倒向西方之后 他的发展是不错的 这乌克兰有所不同 乌克兰过去是在苏埃政权的 苏联当中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而波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所以如果俄罗斯对波兰都有野心的话呢 他已经踏过了北约组织的底线 那么这一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再转向另外的一个国际新闻 这个国际新闻呢 就是说在中国的国企哈 这个中国国企就是华润集团 华润集团他的高管 他应该不是高管 他是中层哈 中层的公务宴请朋友 一餐就会吃掉62万马币 就相当于人民币是120万元人民币 这样子的报道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心理准备的 因为之前中国高层就已经把这个宋林给拿下了 宋林呢是华润集团的首席董事哈 他把他拿下了 而且曝光他和他的情妇的一些一些故事 而且他情妇帮助他进行周转 洗黑钱各个方面的一些事情 他也被曝光了 那么把宋林拿下之后 进一步的那中就是中国的这些应该是纪检委 他就是深入到这个华润集团的中层 进行调查他们这些的一些应该是违法乱纪的一些事情吧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就单单从一个餐 一餐来说他就花掉了62万马币 你看其中包括的油炼品牌的红酒 每瓶就12万元 总计是72万元 再加上白酒啊菜油等十几万元 总计就是花掉了120万元的人民币 是大家当一开始看到这个树木子的时候 就会在想说 是到底怎么吃 吃的这么多 后来看了刚刚妍妍说的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红酒 对而且酒呢一瓶就是12万 然后呢六瓶 想说怎么喝 到底是多少个人在喝 这个也是我好奇 该喝死了吧 是吧 喝这么多瓶 然后过后还提到说 那对方呢要用 因为是要用工币请客的嘛 不是自己的钱包的钱嘛 所以签单的时候呢 就被描述成说 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看到这个单来 是这么这么 这个价钱呢 所以是非常的豪奇的 嗯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 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些 就是纪检委 他的一些网上的公布哈 这些公布 他说平均每一周 就会调查出四位高官 涉贪的 是一周四 一周就是四个高官下来 就是被被查下来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 是以往一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的任何一个时间 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一个数据了 呃 所以而且现在 他以前是一个月通报一次 高官下马的一些数据 但是现在是每周就通报一次 高官下马的数据 现在呃呃 看来现在就是中国对于 对于贪污腐败这方面 真是手下不留情了 无论是大老虎也要打 那么小操影也照样拍 嗯 但我我我的感觉就是说 呃呃 这种呃消费 或者这种饮食的文化 似乎是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了啊 呃就是说呃 你知道他们甚至知道这样子做不太对 但是似乎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呢 他们生意就做不成 他们这个呃 要推动的事情就推动不了 呃 这个似乎呃 呃 要中国 特别是呃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 呃 要呃 呃 拯救这种腐败现象的话 我觉得呃 真是不太容易 嗯 到了深水区了 但是深水区也要汤 不知道中共现在当呃 当局有没有这个勇气 需要汤这个深水区了 在马来西亚从小就要多了解国家历史 关心政治时事 参与社会活动 您好 我是安东international school的学生 有韩 刘天灯头 我是妍妍 最高诈 我是恩词 天马清风 我是家马 嗯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位老人 呃 其实 也是我们一边吧 对 呃 其实那个时代 一九六几年 一九五几年 正是这部分的老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哈 如今他们已到花甲之年 呃 我们呃 我们我忽然就想起刚才我们所说的卡巴星是吧 呃 也是一位老人呃 也突然间失去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位老人李光耀啊 他也在 其实他有一本新书就叫做应该是李光耀观天下 他早就出来了 是英文版的 不过现在他的中文版已经出售了 那么在他的这个会就这个这本书里 他就谈到了一些生死观哈 呃 他说如果是我年老 我我我已经年老了 但是如果我要失去 我要我要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不想满身都插着管子 我不想让那个管子插到我的胃里去 我已经告诉医生了 如果是我真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我将让医生放手 让我自然而然的去去承受死 面对死亡 所以呃呃 其实每一个人到达这个年纪 也许我们现在感觉谈死亡好像是也是有一些惧怕 但是好像是离我们很远 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伟人们或他们做出一些事迹的这些呃 这些优秀的政治人物们他们都感受到他们的一生所走走过来之后对于整个社会或对于我们的国家他做些做出了些什么 其实在李光耀在这个他在他的书里说他并不后悔他在这一生他所做出的东西 他也很满意也很知足他一生所做出的东西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依然坦然的去面对死亡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李光耀今年已经要步入90岁的高龄是非常算是非常非常老了的一个年龄了 所以他就说他应该是我万事他都相信 也了解到说万事万事都有尽头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终结会得来的迅速而且毫无疼痛 他不想变得就是呃半昏迷的卧床 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啊很多呃到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呃都希望是一个善终 因为看其实我本身也看过一些病人啊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亲人 在在临走之前是是处于一个因为身体壮事因为生病而离开的 确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他其实也痛过或许他对于死亡的这个感受呢也来自于他的妻子啊 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了已经是在2010年了三四年前 那其实他自己也在这本书里面谈到说他对于一些信仰上面 他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也不是无神论 但是他也不太相信说所谓天堂的存在 因为他说希望跟妻子当然希望能够跟妻子重逢但是他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个伟人哈在他这样子高龄的时候 在他要走到人生呃尽头的时候了快到尽头的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看的 李光耀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呃他们说宇宙源自大爆炸 可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超过两万年以进化为有思想的生物 也有能力超越自己去关注宇宙万物 并反思自己的处境 这是印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吗 还是神造的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会嘲笑那些信仰神明的人 可我自己就未必相信 但不会否定神的存在 呃这个就很有趣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在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宗教信仰啊 也有有信呃伊斯兰教呃基督教呃天主教等等的 他们都这些医神论者啊都相信了神的存在 但李光耀今天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呃有某个宗教信仰的人 他是提到他说没有 但是其实我到时候很好奇啊 因为很多时候宗教信仰到最后也是教你怎么去死亡 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很怕死 但是如果说可能呃呃是伊斯兰教或者是天主教 都会觉得说啊我死了 可能我就会跟上帝会灭了 我就会见到我的真主阿拉 那以佛教来说就是我是到我的下一世 我去转世投胎 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宗教信仰 你对死亡会不会很恐惧 其实其实没有什么恐惧 我举个例子他又谈到他说他太太不相信死后还有呃来世 不过说真的相信有来世心灵上会得到安慰 嗯就算明知道来世是不存在的 是啊就是说呃呃呃如果很多中国人他过过去接受的这种啊唯物主义的教育 他是不相信有什么轮回有什么来世啊这些说法 这是一些道教或者是佛教的说法啊 那么呃今天也很多人他其实也不太相信什么天堂之说 嗯啊像他本身也说呃他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有天堂的存在那阴间是不是很拥挤呢 是吧嗯但是 他居然说的他说这个是很大的问号了 这个是问号但是假如说以我的理解哈 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感觉呃 如果是真的去信仰的那那个人的话 真是有信仰真是去去信仰他 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伊斯兰教无论是佛教 或任何一个宗教他会信仰他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呃因为你你会想到呃造物主他创造了整个世界 他创造了人类他难道他也能创造宇宙的所有的天体 难道他就没有能力创造后世的那么多的空间吗 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是信的话呢自然就信了 如果不信的话呢依然就不信了 那一刻了就会体会到了是吧 我不怀疑李光耀的智慧 嗯但是我觉得他在最后的一刻他跟我们说一个呃 他自己内心想说的那个话 嗯呃就看我们怎么去理会他的这个话 是好呃那我们再把焦点再转移到另外的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呢就带带领我们去跑步 要运动身体是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与活力 那他是谁呢他就是纳吉了 是那么我们的丑相纳吉在昨天早上就跟大约三千名的民众呢 就一起参加了长达三公里的反贪污义跑 也算是呃为全国各州施战的反贪污义跑呢 打响了第一炮了 那其实这个是由民政党的妇女组所推动的反贪污义跑 那在昨天的吉伦坡马末草场就了开了序幕了 那这发现的就是大多数参加一跑的都是以华裔为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因呃由呃民政党所所推行的一个活动啊 但是其实呃那几昨天也就是呃跑了这个三公里 看来他的身体是还不错的是吧 是是三公里啊呃也不算是不短的距离啊 但是我时常跑十公里二十公里过去 不是谁的 你的身体没有说服力啊 呈情没有说啊过去是吧 过去其实不不不是很久以前 那就是很最近的以前啊 最近的以前应该是十年前是吧 没有了 不止不止啊 不止 大概是十分钟之前 十分钟之前太没有说服力了 今天也还说你的身体有样呢 那我们来看啊 就是呃 为什么用这个一跑的方式来 宣传反贪呃呃这是呃我我在昨天在Facebook上也看到有一个人在说他在转贴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他就说很讽刺呃为什么很讽刺呃就是说我现在感觉到呃连国阵连纳吉首相啊呃他也要来推动这个反弹一跑的这提到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呃贪污不应该是人们寻找生计的途径呃会阻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要把贪污的呃反贪污的信息啊伸在人民的脑海里面 我相信只要人民贯彻呃不受贿不贿赂的这么一个态度呢 全民合作打无贪机呢 我们就可以呃朝向灵贪污的这个方向啊呃呃这么说似乎轻松了一点啊啊但是呃这么一个推动推动这个反贪的这个工作应该用什么方式呢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是呃不要做的太乖巧啊上街就是堵住国会然后拉布条呃堵塞交通这是一个方式 让让让人感觉到那种震撼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种跑步那跑步可能也有阻碍交通的直显对吧还要警警察给你开道对吧嗯这就是有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嗯你说反贪污其实之前我呃就两种方式都是上街两个方式都是上街一个方式是一跑一个方式呢就是就是拉布条或者是驻扎在独立广场反贪污感感觉一 一跑比较健康是听起来就比较健康就像你护杀一样的护杀行动对吧是就护杀行动为什么不在为什么不在独立广场去护杀行动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呃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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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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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就是会到shopping mall的民众 为什么不是在路上走路的民众呢 为什么是要在shopping mall 心情不一样 你知道在购物商场比较多的是在休闲或者放松 但是在路上可能有的是 那你反摊不能够再找那些休闲放松的人反摊吗 可能反摊是比较像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严肃的课题就要在大街上做吗 就得对啊 感觉上就是它是比较是民众是比较主动性去前往参与的 但是现在在shopping mall里面的话 是主办单位主动去接触民众的 其实主动全部一样 什么都是一样的 它不一样之处就是在shopping mall里面环境是比较舒服的 只是在外面环境稍微不那么舒服 特别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 这是一第二呃在在外面的时候呢会很容易就阻碍到交通的啊 从阻碍交通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的啊 这也是一个一个点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反摊的它整个过程里面只有跑步没有拉步条呢 那主要它是形式上的不一样 一直以来就反摊会它就一直要举办一些活动嘛 包括在校园内来教育这些学生们 我们从小就要有一个反摊的意识 从小就要拒绝贪污 那么那么现在到街上了就是这个一跑啊 反摊一跑 我相信这也是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一跑它结合了政党也结合了一些民众 也结合了一些儿童们他们一起也有一个反摊的意识进行反摊 我相信这个反摊的意识也许在公众这方面我们会觉得 呃你不用教育我们反摊了 你政府本身你自己就好好反摊反摊吧 你有这个反摊意识总比我们民众有反摊意识更好一些 但是现在这个一跑或许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就是也许民众从自身本身做起也需要有一个反摊的意识 你包括呃我记得前一些日子在印尼哈部分的一些人士 他们的社会就是社会因为呃一些公司的公司 他们的一些贪污率就比政府的呃应该是不相上下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公民意识 我们无论在公司上还是在我们 假如说我今天在道路上被查车了 被查车我需要我需要交一定的费用 但是我为了不交那一定的费用 我就会贪污这个警察贪污一点点 那么就是就所以这样这样类似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会从本身自己自身的一些生活去做去 怎样拒绝和预防贪污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看到说民众对于易跑这件事情 或者跑步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兴趣的 可以看到其实昨天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厂家 他所举办的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去参加 那之前也在槟城大桥那边跑的 也是很多朋友去参加 看来跑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的一个 的一个超招力了 所以可能5月1号返消费税的时候也可以来个易跑 这是我纯粹我的个人建议了 那么我们再把把我们的神回过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三行事法 是的 一三的行事法现在就是最近有几个案子 你包括你包括有一个家庭 他之前是离婚了是吧 他之前是离异了 然后孩子归于所有权的问题 离异之后呢 男方就归信了伊斯兰教 那他就把想他的孩子也归信伊斯兰教 就遭到了女方 遭到了妈妈的反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是民事法庭管 还是伊斯兰教法庭管 现在这样的一个混 有一些混淆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应该是在宪法 二百一百二十一 一A条文当中 他已经明确的阐明 他说伊斯兰法庭的设立 并不能够剥夺民事法庭的权限 伊斯兰法庭主要是处理 穆斯林家庭内部的一些事物 若要诉讼 若要若要诉讼 说有一人是非穆斯林的话 那么伊斯兰法庭就无权审判 其实这个话 我觉得有点意义 他刚好是相反的 这是宪法条文 不不 这不是宪法条文 一百二十一条 一百二十一条条文 后面说的话 是这个说话的人自己说的 不是宪法的条文 他解释 他自己的理解 对吧 他自己的理解 就是按照 按照现在马来西亚 一个状况是很混淆的 混淆 刚才颜言所讲 就是这个案件 跟伊斯兰刑事法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案件 不在伊斯兰刑事法之内 伊斯兰刑事法是讲的 胡渡 胡渡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 这个里面所牵涉到的呢 是Sharia Sharia就是 就是伊斯兰法 伊斯兰法里面 涵盖的内容很多 这里面主要指的是 家庭这一方面的 那在这一方面的里面 我拿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家庭是开始是 都是印度人吧 对吧 然后两个孩子 跟这个当父亲的 去加入了伊斯兰教 他转成伊斯兰教 然后他就要把孩子 一起也转成了伊斯兰教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误差了 一个问题了 一个是民事法庭 要处理这件事 一个是伊斯兰法庭 要处理这件事 按照民事法庭的说法呢 就是说 有非穆斯林的 我要来处理 其实这条是没有的 反而另外有一条 只要有穆斯林的 那就给要这个 沙利亚 这个伊斯兰法庭来处理 这是哪一条规定的 就是在宪法里面 他定义 这个伊斯兰法庭的时候 他做的这个规定 就是伊斯兰法庭是审的 是跟穆斯林相关的这个案件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 是非穆斯林的话 那他就要在这个法庭里审 按照马来西亚的这个实践来讲 就是法庭实践来讲 都基本上遵循这个法庭实践 就是就算你到了 你到了民事法庭审完之后 他到了高庭 或者到了这个 到了上述庭 他说 这个如果他要到伊斯兰法庭审的话 他就把他打去伊斯兰法庭审 看来这部分 严敏树是说错了是吧 他现在是马华伊斯兰法律 与政策专案组的主任 他就说 他说 如果诉讼双方 有一方是非穆斯林的话 那么伊斯兰法庭就无效审权此案了 这是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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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好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误区 什么是个误区呢 就是说 过去这个伊斯兰法庭 是在这个民事法庭之下的 你知道吗 民事法庭之下的 就是他有一个总的 他有他一个总的这个法庭 他管一个伊斯兰法庭 一个一个民事法庭 现在的法法庭的规定呢 是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 是平起平坐的 是平等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又出现另外一个模糊的地带了 所以这是有关 但是平起平坐 还有另外一个条文 联邦宪法第四一条文 揣明说联邦宪法是最高的法律 任何违反联邦宪法的法律 均无效 是不是如果是 其实民事法庭 那是联邦宪法的一个组织嘛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呢 如果联邦宪法认为 如果违反了联邦宪法的一些法律 也就违反了民事法庭的一些判定的话 那么其他的一些判定都无效 其实我告诉你 这里面是有误区的 我们如果只是听了这个 严敏寿的这个说法呢 就等于我们只听了一边的说法 但还有另外一边的说法 另外的一边的说法是什么样子 你也得要听 因为如果这一边说法全是正确的话呢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就已经按照严敏寿说的这样子的问题 就解决了 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问题是现在不论是普通的民事法庭 还是伊斯兰法庭 它也是按照这个宪法的权势来去做的 只是说宪法可能在有些问题上呢 它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权势 这个模糊的权势呢 你可以由你自己这样子权势 也可以由你那样子权势 这就有待于去怎么样 就给这个宪法给出一个很明确的 很准确的这么一个定义 但无论怎样 两方宪法应该是最高法律 这个没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